哈喽大家好,我是咕咕 今天来捞一下好久不见的神探伽利略 第一季的第三集 显灵 这天小薰被汤川紧急呼叫过去 小薰还以为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结果是汤川的学生的姐姐的丈夫失踪了 小薰郁闻这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而且这种人口失踪案应该是报警 为什么要找我一个刑警 学生的姐姐迷身脾气一点点 都没有看着的温柔 对小薰牵食态度很是埋怨 这反倒是激起了小薰的好胜心 便细问起迷身事情的情况 原来她的丈夫植树一周前失踪了 虽然报了案 但是警方并没有引起重视 于是迷身就自己走访调查 丈夫植树是一名医疗产品推销员 已知她最后去的地方是一家养老院 但是工作人员并不确定植树的去向 但迷身相信丈夫应该是和以前一样 去附近顺路拜访了一个老客户 一个叫做高野的老阿姨 她腿脚不好 迷身经常去照看她 奇怪的是这位老阿姨 在植树失踪的那一天突然离世了 迷身曾经找到阿姨住的老宅 开门的是阿姨的侄子 她非常坚决地说没有见到过植树 隐约地也看到了屋子里有另外一男 两女三个人 迷身实在是想不到丈夫除了这里还能去哪 就是夜守在老宅的门口 这一手还真让她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住在老阿姨家的四个人 每天晚上八点钟都会匆匆忙忙地出门 说去干什么不固定 但是会在九点左右回来 像是在躲着什么 迷身实在是好奇 就在他们离开的空档进去了老宅里 进去没多久 他就发现有一处地方发出了猛烈的撞击声 迷身相信这些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把自己的丈夫给监禁起来了 但他似乎无法说话 不管自己怎么呼唤 回应自己的只有猛烈的撞击声 小薰明白迷身这是要自己直接进去救人呀 但是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 小薰也是没有办法进去搜查的 虽然又被迷身埋怨了一顿 但小薰还是把这个案子放在心上的 他回警局就去问了验尸官小姐姐 调取了老阿姨的死亡证明 上面显示老阿姨有心脏病的病史 死因也是心脏麻痹 自然死亡没有什么可疑的 关于植树的失踪 小姐姐也谈了一下个人的经验 估计是男人移情别念跟着情人跑了吧 小薰想了想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挺高的 于是就稍稍暗示了一下迷身 迷身直言不讳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植树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人 就冲着这个 迷身才抛弃了富家大小姐的身份 心甘情愿地和他过着并不富裕的小日子 更重要的是 迷身已经怀孕了 植树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家的 小薰神受感动 于是准备冒着危机的风险 和迷身一起夜闯老宅 在晚上八点时 果然住在里面的两对男女神色不安地走出来 小薰注意到 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拿着念珠 接着两个人前进屋子 一进门就看见屋子里贴着各种符纸 像是要镇压住什么似的 虽然到处透露着可疑 但是并没有发现哪里藏着人 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 突然屋子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两个人才是发生了地震 赶忙跑了出去 但奇怪的是 有震感的只是那一栋老宅 其他四周都是惊悄悄的 局部震动 这么奇怪的事情 小薰自然第一时间就咨询了汤川 因为这次呢 是汤川麻烦小薰调查此时在线 心里有点过意不虚的他 一点都没有磨叽 直接就准备帮他搞清楚震动的原因了 汤川让小薰先画一下老宅的结构 由于实在是太过于抽象 便改主意 直接自己去现场查看 从外部看 老宅基本都是木质结构 年份也不小了 本想进去的 但是被纸子直接给拒绝了 汤川也不恼 却调了老宅附近的建造图纸 把老宅建造前后的图纸一对比后 很快就对老宅震动的原因有了主意 并肯定这个震感是在老阿姨死后才发生的 要不然老阿姨一定会和别人说明这件事 而不至于出于什么原因 老阿姨去世后老宅每晚八点都会震动 而那四个住在里面的人 明知道出了问题却不声张 只是贴切符纸以及准时讨出老宅来毁避此事 像是在害怕着什么 难道真的是像小薰说的 是老阿姨的灵魂在惩罚他们吗 就算是惩罚 那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这就必须要先查出 住在老宅的那四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了 老摩小薰通过四处的走法 知道了侄子 欠了高利贷一大笔钱 并且到处在和人吹嘘 自己姨妈老阿姨是一个土豪 会帮自己还钱之类的 而住在老宅的其他三个人 比较文静的女人是侄子的妻子 另外一堆很社会的 就是追债的债主了 他们和侄子同吃同住那么久 只可能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在老宅里 找出老阿姨藏的大笔遗产 于是汤川吩咐助手 用遗产作为诱饵 引出侄子和债主男 接着他和小薰糊弄着进了老宅 就在看家的两个女人 闹着要报警的时候 汤川确认了一下手表 说时间快到了 荒音刚落 房间又剧烈的震动了起来 把一旁两个女人吓得夺门而出 刑杂人等走了之后 汤川确认了一下位置 果断的拆开了地板 蹲在一个未被填满的坑前 说着这就是房屋震动的原因 被抓的侄子 在警局里坦白了一切 使他借了高利贷 并求阿姨能够帮自己还债 但估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老阿姨并不愿意 这种男就不耐烦的上前 对老阿姨动了粗 害他心脏病发作 这时候正好直数来了 他坚持要叫救护车 债主男不想这件事情泄露出去 随后就杀了直数 并在地板下挖了坑 把它埋了进去 汤川解释 物体自身有着固定的震动频率 如果外力的震动频率 与该物体的震动频率一致 就会产生剧烈的震动 也就是所谓的共振现象 看旧地图的时候 他就发现 老宅所在的位置有一个洞口 这个洞口连着附近的零件生产厂 这个工厂每晚8点到9点之间 会向下水道拍热水 正是热水的蒸汽 加剧了他家下面洞的震服 房间这才开始晃动 但为什么老阿姨生前 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呢 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洞口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联想到老阿姨的死 植树的失踪 就推测出洞口位置 被人挖出了一个大洞 结合前后 这个洞最有可能的作用 就是用来卖湿的 至于汤山去的那天 会提早发生震动 是因为他事先和工厂 打好了招呼提前放的热水 最后 小薰在植树的一体上 找到了老阿姨 在银行的保险柜钥匙 谁能想得到 那四个人发疯都想要得到的遗产 就在他们所杀害人的身上 同时在保险柜里面 发现了一封遗嘱 显明了老阿姨死后 要把财产留给植树 可见温柔的植树 打动得不止弥生一个人 只可惜因为胆人的贪念 善良的植树 无法捡到自己的孩子 诞生的那一天了 本集完 本集讲述了 小薰受到了汤川的委托 调查一起失踪案 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家庭案件 没想到牵扯出一个诡异的地震现象 以及让人扼腕的命案事件 虽然故事到最后很令人动容 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结局 为什么善良的人无法战胜恶人呢 在贪婪暴力面前 为什么好人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要怪或许就是因为 他们都太过于温柔了 对谁都已是同仁的善良 其实应该区分开写 对善良的是以温柔 对恶人绝不要心思手软才是 最后也是多嘴提醒一下大家 理智消费不要借自己还不起的钱哦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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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